中学生就需要继续上学 教育局沉密呼吁家长 要为学生准备预寒衣物 不过有个别中学就自行决定停货一天 另外也有多间中学作出特别安排 包括暂停户外活动 体育课改为身内理论课 甚至推迟上学时间一个小时 有中学生就认为天气太冷 教育局应该同时决定中学停货 我觉得挺不公平 因为我那里很冷 小学都是我们都是人 都挺闷的 因为他的理由是小学没有暖气的事 其实我们中学没什么 不过也有中学生说 由于正值考试 不希望影响进度 认为应该如常上学 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叶建源认为 当局的停货决定是从先预留 长远应该制定机制应对极端天气 包括寒冷天气 广东省省长朱兆丹首次回应李波事件 他说相信会有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 强调个别个案不影响越港关系 广东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李庆红多次被追问 怎样解释及处理李波事件时 说没有什么好解释 又说他们不知道不了解 要求记者提交问题提纲 林汉山是广州配夺 唐楼湾书店负责人李波 在香港失踪接近一个月 在广州纯席广东省人大会议的 广东省省长朱兆丹说 相信事件会有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 他又强调 任何个案一定不会影响夺港之间的整体关系 朱兆丹被追问对有关事件的看法 他说具体要问主管部门 个别问题要看实际情况 他们之后找到主管出入境工作的 广东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李庆红 追问他事件令到港人担心 内地人员跨境执法 是否需要澄清和解释 李庆红说没有什么好解释 也都对有关情况不了解 没有什么好解释 没有什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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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怎么去做电视 这样我现在刚刚吃饭 你要了解什么给那个提醒我 现在大家都想想 省长都说主管部门要去处理的 你作为听长 你是不是都应该要 这些事情你相信 那些扎林国人去依法处理的 怎样依法 不需要回应静去入境的 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 你作为听长 在内地 我不了解 你听在内地 至于省公安厅厅厂 李春生也都被追问 会怎样处理离波事件 以及会否影响到两地关系等 李春生说 会就这个问题专门接受采访 他之后再无回应记者的追问 就离开 广东省人大会议召开 省长朱小丹说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 政府工作意义重大 而现又会经济发展 仍然面对不少困难 他特别提到去年深圳堆填区 倾斜事故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朱小丹又提出 与港澳联手发展越港澳大湾区 包括交发港珠澳大橋等跨境基建 以及推动越港澳旅游艇自由行 林岸山在广州报道 广东省十二届人大第四次会议 在广州召开 省长朱小丹发表政府工作报告 朱小丹说 广东省过去五年来 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8.5%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今年生产总值增长要定在7%至7.5% 居民消费价格帐幅预期是3%左右 朱小丹在回顾过去一年工作的时候说 社会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加大 他特别提到去年底深圳光明新区 堆填区泥土傾涉事故是一个深刻教训 公共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特别是发生深圳光明新区1220 也重大滑坡事故教训极其深刻 我们将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采取更加有利的措施 加快解决这些问题 未来一年的工作 朱小丹说要做到经济中高速增长 深化重点改革 加快创新发展 以及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也都包括加强越港澳合作 联手发展越港澳大湾区 以及推动越港澳游艇自由行等等 深化越港澳合作 建设港澳优势产业基地区 和越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深度推进越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 加快港澳大桥 越澳新通道等跨境基础设施建设 朱小丹又说要加强城市和公共安全 提高对突发事件的预防预警 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滲透破坏 以及各类恐怖极端活动 而环境整治也都是未来工作重点之一 要加强城市空气质量管理 整治省内水污染问题 并且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向义局研究丁屋问题的小组 在报纸发表公开信 预求发展局表明对丁权的立场 并且澄清新界丁屋政策 是否基管法保障的权益 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说 丁屋落城之后 若果符合一定条件 有关人士可以向地政总署 申请撤销买卖限制 再进行买卖 申请若果丁权买卖 涉及串谋诈骗的行为 当局会严格执法 邓永莹不得 向义局关注丁屋问题的1127小组 今日在报章刊登一封 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说公开信 表示 法院去年11月裁定套丁案中 11名原居民串谋诈骗罪名成立 令到原居民感到困惑 也都令到拥有丁屋的非原居民 对他们的业权感到忧心 小组在公开信中 要求政府就原居民丁权立场 以及吐丁是否刑事行为 给予正面的答复 小组也都在信中 引用前中审法院首席法官 李国能 在2000年一宗案件的裁决 指申界原居民权益 包括南丁根据丁屋政策 而获批土地的利益 受到基本法第40条保障 小组要求发展局对多个问题表示立场 包括丁屋是否必须自住和不可逃利 或丁屋是南丁的私有财产 拥有处理的绝对权利 和发展局是否愿意保证 以后不会单方面修改丁屋政策 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说 处意到乡议局有关的公开信 他说丁权和丁屋买卖 不可以运为一探 这个小型屋与丁屋的人士 在丁屋落成之后 如果它符合一定的条件 它可以向地政总署 申请撤销这个买卖限制 进行这个买卖 但另一方面丁权的买卖 尤其是刚才所讲 涉及一些串谋 鵝片的方式来买卖丁权 在执法方面 我们当然是严格执法的 至于早前法庭判处 有人以专谋诈骗方式买卖丁权 陈茂波说 案件有上诉的可能 到时政府会陈述法律观点 因此在现阶段不宜评论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说 财政预算案对于公营机构运作非常重要 不过他没有正面回应 版权修订条例草案 会不会让路给立法会审议财政预算案 苏锦良呼吁泛民议员尽快返回议事厅 要重新目前没有计划抽起草案 再由邓永莹报导 经过多次留会 反权修订条例草案 仍然未完成审议 而且审议进度活满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 在一个电台节目中承认 审议草案的时间漫长 他重新现时并没有计划抽起草案 苏锦良早前接受报章专访 被问到在立法会审议财政预算案前 有没有信心通过草案 他说若果到时仍然未通过修例 到那段时间就要让路 苏锦良今天再次被问到 3月会不会让路给财政预算案 他并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重新财政预算案也很重要 虽然立法会上星期通过 二毒版权修订条例草案 但是星期五又再次因为法定人数不足而留会 苏锦良再次呼吁泛民议员返回以示厅开会 大家也都见到 在那个教授了在那个拉布的情况之下 泛民的议员就在议会里面去審议这条例 希望他尽快能够通定司徒回来议会去辩论 通过这个条例 苏锦良说草案是合情合理 已经做足工作 经过多轮咨询 也都有充分讨论 已经有共识 对香港非常重要 希望尽快通过 伤人陈振聪 偽造已故华谋集团主席 龚余森遗图判囚十二年 他不服定罪和刑期 向上诉庭申请中审法院上诉许可 不过被驳回 他家人在庭外透露 会再向中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 林超乙报道 陈振聪早前申请法盘失败 今天没有律师代表 亲自陈时 他说在偽造围中案 担任控封证人的 华贸集团主席 工人心等人 早前被民事杀上 陈振聪说 那单民事案 可能不断会有新证据浮现 可以帮到他上诉 他又说 跟那单民事案有关的 一亿二千万 其中五千万被指 华贸慈善基金 用来打增产案的重费 那如果另外的七千几万 是用来收买证人 那偽造围中案的证人 口供就不可信 另一个申请理据 包括在上诉期间 代表他的御用大律师 James Wood 无按他的指示 表明以大律师 办事不力为上诉理据 在呈交给法庭的信里面 陈振聪提到自己 曾经向原审那时 代表他的大律师 简定图提出 原审法官的机制 在1986年 还在执业大律师那时 曾经代表过他 要求更换法官 但选定图就说不用 上诉听听完陈词之后 由副庭长伦明高宣读判词 他说 陈振聪所指的文字索详 应该找出索详的人 呈交书面公辞 但是陈振聪就没有 法庭没有办法了解 那宗案和本案的关系 不可以将新杀书 当成上诉的新证据 林明高又说 原审大律师办事不力 上诉那时已经不断提 但是大律师即使在法庭提醒之后 都没有修改到上诉理据 他认为陈振聪提出的所有申请理据 都不涉及重大广泛的公众利益 也没有对他造成重大不公平 迫回他的上诉许可申请 陈振聪的弟弟就在庭外透露 会再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 成大的 香港人的开心指数 和对于生活质素的满意度 低过日本和南韩人 负责调查的学者认为 5个月做了一个名为开心指数的调查 分别在香港、日本和南韩 访问了1100多人 结果发现以10分为满分 港人的开心指数是6.83分 比去年微跌0.15分 亦都是三个地方中分数最低 南韩有7.01分 日本最高分有7.41分 港人对各项生活质素的满意度 亦都是最低 港人最不满的是住房状况 其次是政治和环境 负责调查的成大人民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王成榮说 港人置业难 很多政治议题亦都有争议 令到港人不满 香港人日日都在探释 我们香港人成为楼楼 要供一间楼 要用上几小的积蓄 香港的政治与民生的争议不断 刚刚先前讲完 食水含源 2014的版权修订条例草案 这几日都还是热烈地讨论 整个立法会差不多成为了癱瘓了 政治争拗不断 不要说年轻人 我想成年人都不开心 王成榮又说 日本和南韩的年轻人 开心指数是多个年龄层中最高 但香港就相反 24岁或以下人士的开心指数 比年长人士低 他认为反映香港年轻人有不满 但政府没有回应他们的诉求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老窩昨日有不明身份人士 发动暴力袭击 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 一人受伤 老窩正认真调查事件 中方要求老窩方面尽快破案 并且采取措施確保中国公民的安全 华春莹又说 中国驻老窩事馆高度重视事件 立即启动应急机制 和老窩方面全力救治受伤人员 妥善处理死者善后工作 中方将就事件和对方保持密切的沟通 内地气温逐温回升 清晨6点解除寒潮橙色预警 但是预测后日会有明显的降雨 在台湾寒流导致至少60人死亡 王思恒不得 内地中央气象台话 由于寒潮带来的强降温区范围明显缩 清晨6点解除了寒潮橙色预警 不过内地南方地区的气温仍然是处于低位 华南以北的大部分地区 气温都处于0度以下 贵州和云南零下10度至3度 广东、广西和云南西部 零下2度至9度 中央气象台预测 南方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明显回升 但是到星期三至星期五 将会有一次明显降雨 其中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 将会有大雨又或者暴雨 另一方面 超级寒流导致台湾最少60人 因为低温引发血管疾病撤死 其中在台北市 当名伤者宋苑前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最年轻的只有39岁 桃园、宜蘭、新竹、台中等山区12间学校 首度因为寒流而停货 中部横冠公路谷关至离山段塔陷 山体大面积掉落 怀疑是因为山区连日落雨 野间的气温在摄氏0度左右 导致山体中的水分结冰 撑开了土石裂缝 导致山石崩塌 另外由于不少民众急于上山上雪 包括桃园福兴乡、苗栗官务地区、宜蘭太平山区 新竹尖石都传出因为道路迹雪 要实行交通管制 群众反而一度被困在山上 接近1000人 趋习美国东岸影响8500万人的暴风雪 已经移向大西洋 纽约和华盛顿等地开始清理迹雪 将曼燕背露 暴风雪过后的星期日 纽约、华盛顿等地 迎来晴朗的天气 预测东北部大部分地区 部分时间可以见到阳光 气温在0度左右 纽约的交通禁令解除 连接市内的桥梁和隧道重开 巴士、地铁等公共交通 开始逐步恢复正常 纽约股市将在星期一遇上开市 市长白思豪呼吁市民尽量不要出街 以免影响工人清理迹雪 这场暴风雪吹袭东岸大约30个小时 影响8500万人造成最少19人死亡 大部分在与恶劣天气有关的车祸中丧生 亦有人死于低温症 首都华盛顿和11个州进入紧急状态 二十几万人一度无电的供应 到星期日仍然有两万多个住宅和商业用户 未恢复供电 五个州降雪达到91厘米或以上 最大降雪在西伏吉尼亚州的格兰开水 录得107厘米 纽约录得68厘米降雪 是169年有记录以来第二多 华盛顿街头到星期日早上仍然冷清 主干道堆满即雪 工人忙于清理 市长呼吁4000人协助 市内地铁仍然停洗 星期一只会有限度恢复通车 华盛顿巴尔迪摩大部分地区 公立学校星期一停货 纽约三大机场等东岸多个主要机场陆续重开 但预计航空交通仍然会受阻 继星期日3500班航机取消之后 星期一会有700班机停货 重复新闻提要 消防处形容昨日大暮山一带的拯救行动 是59年一遇独特个案有参考和改善的地方 天文台说今次寒潮已经过了高峰期 不过预计未来两天仍然寒冷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首次回应尼波事件 强调个别个案不影响越港关系 天文台预测明天最高之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 环境保护处公布一边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 健康风险水平中 路边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5至6 健康风险水平中 预测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一边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 影响华南的寒潮症逐温和受到干燥气流影响 本港下午普遍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40%或者以下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预测天晴、晚间天气严寒及干燥 市区最低气温大约7度 高地及新界北部再低几度并且会结伤 最高气温大约12度 稍后漸转多云及有几阵雨 吹和缓至清净的东北风 展望星期三更间中有雨 早上仍然寒冷 星期四及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 红色火灯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霜冻警告同时生效 现时气温9度相对湿度46% 香港电台这支新闻与天理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欢迎收听这支六点财经 主持节目介义宋佳良 港湖持续反弹 恒生指数高开260点之后 升幅度扩大到410点 下午升幅收窄 收市协升259点 报19340点 全日主板成交744亿元 国际油价转跌 石油石化股升幅稍为收窄 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 收市升幅界附近3%至接近半成 重博股汇控和中移动升超过1% 同讯升近4% 服饰股受到天气寒冷支持 市值升近7%收市 联想集团升超过半成 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 由达资产管理董崇礼平足的港股 在北京 恒指明显见到去到19,500 是有些阻力在 那今个星期其实影响大市的因素 都仍是比较多 除了油价和港元会价的表现之外 那美国方面都是比较多的经济数据 和一些企业的业绩 而另一样呢 大家都是在看 就说联储局在那个今个星期的会议 到星期四香港时间的凌晨 才会有一个会议的公布结果 那大家都预期不会加息的了 只不过就说 究竟他们今次那个会议的声明里面 会不会将加息的看法软化 或者是譬如说 将那个加息的时间 可能又会不会再退休 那这个对大市的影响 很明显 如果真是比较清晰说到 就是说 未来加息的幅度 或者是速度 可能会比预期还要慢一点 那恒指才有机会 是突破2万点的水平 否则其实今个星期大市 我觉得呢 都是在一万九 到一万九千六 最后这些位置 暂时上落数千而已 那其实今个星期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期止结算这个因素 那今个星期来讲 股市方面会比较反复一些 其实期止结算 也是刚刚就是联储局 就是议息声明公布那天 那所以我相信 现在这几天呢 大市可能会是数一个 上落格局的了 那暂时未有些什么明显的突破 那如果真的联储局的议息声明 以示出来真是说 那个减息时间会退后 那可能会趁势 就将期止结算 是夹高 那但是我自己已经觉得 目前二万点 都是一个挺大的阻力位 国际油价从10跌势 一度急跌超过4% 受到市场忧虑原油供应过程拖累 因为避险需求上升 至今欧元和日元对美元做好 纽约旗油跌出每桶31美元 低见30.86美元 伦敦布林特旗油曾经失手31美元 低见30.72美元 伊拉克宣布产量达到记录高位 对本来已经供应严重过剩的市场 构成进一步压力 金管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 截至去年11月底 本港人民币资金持规模收缩到 9,665亿元人民币 客户存款佔8,642亿元 金管局指出 下半年离岸人民币资金持收缩 一定程度反映市场对人民币汇率预期转变 但是资金持规模仍然足够支持 大量人民币金融中介活动 以及支付交易 金管局指出 臨近年底人民币 因趋于稳定 至于本港去年头11个月 点心债发行量放缓至687亿元 但是人民币贷款就升5成8 去到接近3千亿元 另外数据显示 本港整体贷款增长 持续缓和 去年头11个月 以年率计贷款增长3.3% 增速慢过2014年的12.7% 主要是宏观经济前景不明朗 企业借贷意欲普遍维持普手 有投资银行预期 本港今年经济增长 中会放缓至1.8% 受私人消费放慢影响 又预期 本港楼价今年下跌一成 莫凯恩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早前预计本港今年经济增长 将会由去年的2.4% 略为升至2.5% 主要由于预计外部需求 对本港经济的拖累会减低 有助内需保持强劲 不过中信李昂的看法就较为悲观 指随着本港楼市持续较弱 预料私人消费将会比去年第三季进一步放缓 估计今年实质私人消费增长 将会由去年的百分之 更换至到百分之三 拖累本港今年实质经济增长 由去年的百分之 2.3%